大家可以看这个碑上的这个文字 也就能够清楚的看到什么呢 就说不是皇帝的圣旨都写奉天承运 所以你看现在的狗屎剧 什么个破事 皇上给妃子发个破盒巴都奉天承运 因为现在的导演是文盲加臭流氓 是吧 你想这帮二百姿上大学的畜生 他们懂啥 群记的朋友们大家好 长陵是名城祖朱棣的陵墓 那么大家都知道朱棣是通过境战之变 篡夺和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取得了天下 但是长陵有什么看头呢 咱们一起进去参观 来来咱们进来 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12万平方米 始建于1409年 是十三陵中建筑规模最大 营建时间最早 规模最大的陵园 这儿的布局呢 是前方后园的形状 进入长陵 首先建到的是一座红墙黄瓦的陵门 陵门是单沿歇山顶 宫门式建筑 面阔五间非常气派 进入陵门之后 首先要参观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长陵的碑亭 这个碑亭建于嘉靖21年 也就是1542年 就是宫女刺杀春耀皇帝那一年 碑亭红墙黄瓦 平面方形 重沿歇山顶 四面开眷门 也很气派 里面呢 有个圣纪碑 也叫龙福碑 这个碑身上原本是没有文字的 清朝建立之后 在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 刻上了清士祖顺治16年的御址 咱们来看 来 大家看看一眼这个 这个碑亭呢 就突出的这个告诉你们 为什么这个十三陵能够完好的保存至今 是吧 我们看这个顺治16年岁在以害 11月17日 顺治16年 就是大清入主中原之后 第16个年头 明朝灭亡的16年以后 顺治皇帝给公布上誉 上誉公布 这个 大家可以看这个碑上的这个文字 也就能够清楚的看到什么呢 就说不是皇帝的圣旨 都写奉天成运 皇帝照曰 这种圣旨得非常非常隆重 所以你看现在的狗屎剧 是吧 什么个破事 皇上给妃子发个破荷包 都奉天成运 是吧 是因为现在的导演是文盲家里 臭流氓 是吧 你想这帮200分上大学的畜生 他们懂啥 是吧 他们懂啥 所以这个圣旨 如果是皇帝告诉谁 开头写上誉两个字 是吧 如果是后来皇帝通过军机大臣 告诉谁 开头是奉旨两个字 没有奉天成运 奉毛天成运 告诉你这么点个小事 还不着奉天成运 是吧 奉天成运 什么事才奉天成运 我登基 我祭天 我祭祖宗 是吧 我立太子 我立皇后 这才奉天成运 一般的小破事用不着 一般的小破事用不着 是吧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圣旨最简单 前面上誉公布 前代灵寻神灵所惜 理应严为守护 朕寻姓姬府 道经昌平 见明朝株灵 殿宇强有案 清回已盛 尽灵树木多被灼伐 向来守护魏州 书不合理 尔部即将残毁诸处 尽行修齐 现存树木 涌尽桥彩 天设灵护 令其小心看守 则令昌平道官 不时严加巡查 尔部仍卓亮 每年或一次或二次 拆官查阅 物质疏瑜 特欲钦辞 皇上明确告诉 公部的官员 十三陵得给我修 得派灵户看着 不但灵要修好 灵上的树木不许砍 为什么 按现在的话讲 统战需要 统战工作需要 就跟我们现在 维护中山陵 一个道理 统战工作需要 大清一入关 就非常旗帜鲜明的 告诉明朝 我国乃与刘贼争天下 非于耳鸣争也 我争天下是跟刘贼争 你们的皇上被刘贼推翻了 我静官打的是刘贼 而且我把刘贼灭了 甭管是闯贼李自成 西贼张献忠 都是被我们灭的 所以非于耳鸣争也 为耳报君父之仇 因此很多的明朝的官员 就投降了清朝 大明号称三百年仰世之朝 司宗列皇帝 眉山自义训国 结果尸体停在东华门外 还是神武门外 只有两三个大臣跑过去哭记 剩下的人都去歌颂李自成 去歌颂李自成 超越汤武 超越文王 结果过了十几天 又歌颂顺志 超越汤武 超越文王 宛明世大夫的这种无耻 所以清朝的政策非常的得人心 而且清朝也特聪明 我重视明朝 分怎么重视 二十万明朝的宗史 屠戮殆尽 只要你是明朝宗谱上有名有姓 全杀 所以现在谁说自个儿是诸明王朝的后代 吹牛逼 屠戮殆尽最后要祭祀这十三陵了 你总得让明朝的后人来祭祀 怎么办 雍正皇帝特别聪明 查一查 还有没有诸明王的后裔 在咱们这当差 一查 有一哥们汉军整白旗跟曹雪芹一个旗的 说他是明代王之后 明代的代王的后代 在当年大清入关之前 这不是皇太极不就进关 不就抢过一阵子杀过一阵子吗 被俘 然后到了东北 然后就编到了八旗了 编到汉八旗了 说他是代王之后 行了 那代王是太祖的长子 是太祖的儿子 没错 那你就封他为一等颜恩侯 负责这个祭祀命令 是吧 这哥们当时的职务是保定府 整五品之府 让他担任颜恩侯 从此世代相严 一共严了十二代到清朝末年 从雍正开始封颜恩侯 到清朝末年十二代 是吧 十二代 那么你看这个十二代 颜恩侯第九代 十二代的名字都是满洲人的名字 都是满洲人 就是说他们是不是 等我说他是不是朱元璋的后代 他是不是汉人 可能都两说着 第一代叫朱之连 最后一代叫朱裕什么玩意儿 这个朱裕什么玩意儿 还跑到天津去追着溥仪 就讨几块赏钱 朱裕特别看不上的 哪特别瞧不起的 老子都跑天津来了 还要赏钱 是吧 然后这个人也特别无耻 是吧 他这个颜恩侯 一直当到1928年 民国16年 因为盗卖十三陵的数目 被国民政府开除 然后这个地方 就从颜恩侯手里 收归政府所有 政府接管十三陵之后 就成立了管理委员会 专门管十三陵 所以现在十三陵文物 保存的是比较好的 而在所有文物中 咱们跟前的碑 对于十三陵的意义 可谓是首当其冲 我们看这个碑的格制 这典型的圣旨碑 上面龙头 底下碧锡 这不是乌龟 这不是龟头 这是龙头 然后四个爪 龙的爪子 龙生九子 各不相同 碧锡好负重 您就托碑 这个碑就突出的 告诉大家 为什么十三陵能完好的保留到 今天 从顺治年间 就皇上就下旨保护 那你知道今天 你包括南京明孝陵 保存完好 是长毛贼打南京的时候给毁了 南京所有的文物 都是弘扬逆匪之乱的时候毁掉的 毁掉的 所以他跟清王朝没有一毛钱关系 都是弘扬逆匪 给咸丰年间把他毁了 后来同志年间又建了个小店 以后有机会去南京 你们看 你们看 好 咱们往外走 从碑亭出来 咱们就将通过灵恩门前往灵恩殿 那又有什么等着咱呢 跟我继续参观